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6月18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 我是平章 在这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带您继续关注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 欢迎锁定美国之音VOA卫视 香港泛民主派星期六举行游行抗议 声援被绑架到中国大陆的香港出版中国禁书的书店店长林荣基 下面是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透露了自己被迫签署文件 并在信头前认罪等内幕 香港泛民主派的多个政党 星期六下午发起声援林荣基 抗议北京跨境执法的大游行 数以千计的香港市民校三点 从铜锣湾书店所在的东角街开始 一路游行到位于西环的北京中央政府 驻港机构中联办 这是继上次六千港人在铜锣湾书店股东之一的李波 被失踪 外界质疑内地公安跨境执法而上街抗议之后 迄今最大规模抗议铜锣湾事件的示威 一位参加游行的市民说 这是对一国两制的践踏 伤害到了香港市民 我现在真的担心在香港的安全 这是对言论自由的严重的政治迫害 我感到愤怒 我这两天看到这条新闻以后 对这位铜锣湾书店的店长很敬佩 他让我们看到了勇于说出真相的力量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也参加了星期六的大游行 组织者宣布有多达六千人参加了今天的游行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那么失踪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 六月十四日上午返回了香港 并于六月十六日在香港立法会召开了紧急记者会 披露了他在过去八个月里 在中国内地被当局扣押的经历 我们现在就连线林荣基本人来谈谈他的亲身经理 林先生你好 林先生你好 林先生在线上吗 好的 现在可能是我们的线路出了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继续来播报今天的重点新闻 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 星期五夜间至星期六早上 警方在全国各地突袭了数十栋房屋 逮捕了12名涉嫌的恐怖分子 检察官办公室说 警方展开住户搜查的16个市 主要位于布鲁塞尔市内及周边地区 警方带走40人进行审讯 最后其中12人被捕 声明还说 警方的突袭行动没有造成重大事件 比利时全国目前仍处于恐怖警戒之下 在此之前 三月份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 遭到恐怖袭击 造成32人死亡 机场和地铁被迫关闭数日 塞尔维亚星期六 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来访 举行了欢迎仪式 习近平在塞尔维亚总统 尼克利奇的陪同下 检阅了仪仗队 预计经贸议题将是 这次习近平访问的重点议题 习近平将在星期天参观 中国四月份收购的一家塞尔维亚钢铁厂 中国以帮助塞尔维亚建成了 横跨多脑河的贝尔格莱德大桥 并且还有意参与连接贝尔格莱德 与匈牙利首都布尔达佩斯之间的 高速铁路的建设 中国显然希望更进一步 推动中国资本和企业 大举进军中东欧地区 此外 在习近平抵达布尔格莱德时 塞尔维亚同西方的关系 出现了波折 塞尔维亚总理武器奇 取消了原计划在下星期二 对布鲁塞尔欧盟总部 以及本月晚些时候 对美国的访问 当地亲官方的媒体报道说 美国和欧盟外交官 曾支持不久前 在布尔格莱德的反政府示威 今年4月份 越南数个省份出现了大量死鱼 当地居民质疑 这是由于合资企业 台塑合进钢厂排放废水 所造成的 台湾环保团体6月17日 在台北的台塑集团股东会外 进行抗议 要求台塑参与越南政府的调查 找出造成河流污染的真正原因 下面是VOA卫视的新闻报道 台湾活动人士呼吁 台湾最大企业集团 台湾塑胶公司调查并公布 造成越南大量鱼群 突然死亡的原因 这个河流污染事件 已经成为越南环境生态的 重大灾难 越南中部合进省4月 出现大批死鱼 这里正是台资企业 台塑公司一座106亿美元的 钢厂所在地 大批鱼群死亡的事件 引发这个由共产党 一党执政的国家里 极为罕见的对钢厂的示威 即便越南政府的初步调查 并未发现死鱼 与台塑厂与河岸的钢厂有关联 在台塑公司举行年度股东会的 台北酒店外 一些在台湾的越南劳工 和人数不多的活动人士 举着标语 上面写着 鱼要干净的水 人民要透明的政策 台塑董事长林建南告诉股东 台塑已经向越南政府 表达参与联合调查的意愿 他们也在等待 国际调查小组的调查结果 不过他也表示 他没有办法代表钢厂发言 台湾环境法律人协会的秘书长林仁慧在股东会上 也以股东身份发言表达他的关切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他们展开调查 理清死于和台塑没有关系 他们有责任证明他们是无辜的 台塑钢厂项目是越南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 台塑集团拥有钢厂70%的股份 另外25%的股份属于台湾官方企业中钢公司 其他5%则由日本钢铁公司所拥有 台湾立法委员也注意到越南死于事件与台塑的问题 一些民进党立委前一天在一个记者会上 要求台塑和中钢公司负起社会责任 以免影响到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 不利于蔡英文政府推动的新南向政策 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新闻的报道 在奥兰多叶总会枪击惨案发生后 更多的人在反思 到底应该如何行使美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 拥有枪支的权利 稍后回来 美国文化统将带您走进一间有争议的枪店 一边观察一边思考这个问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为什么在美国这个自由世界 会发生奥兰多夜总会这样的枪击惨案 如何执行枪支法 一家枪支店引起强烈争议 纽约市移民小业主面临新的生存挑战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头 我是叶凡 奥兰多夜总会枪击惨案造成49人死亡 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起枪击案 在过去的四年里 孤狼枪手扫射人群 已经在美国打死82人 人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这样的惨剧会发生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 美国 请看报道 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 以迪士尼世界和旅游业闻名 现在这个城市也成为遭受过大屠杀的美国城市 这些城市包括加利福尼亚 圣贝纳迪诺 去年有14人被杀 还有康涅迪克州的纽顿城 2012年一所小学的枪杀 带走了20个孩子的生命 还有维吉尼亚州的布莱克斯堡 维吉尼亚理工大学 32人被杀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障持枪权 一些人说枪手利用了这项持枪自由 奥兰多枪杀案凶手使用的 包括突击步枪在内的两把枪 都是合法购买的 专家们认为 随着国内恐怖分子更多的使用枪支 这成为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人们信仰任何宗教的权利 奥兰多枪击案凶手奥马尔·马丁 在袭击中宣称效忠于伊斯兰国 这个极端宗教激进组织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土安全政策研究所主任 弗兰克·齐鲁弗福说 宗教自由需要一个限度 我们不能让坏分子披着宗教的外衣 来策划和实施袭击 另一种自由也受到攻击 那就是成为法律还不到一年的同性婚姻 专家相信 马丁袭击奥兰多麦动业总会的原因 是他的顾客群 男女同性恋 双性恋和跨性人 反极端主义项目负责人 大卫·伊波森通过skype接受了采访 我们在哪个节点 需要开始限制我们的开放和我们的权利 好平息一名恐怖分子或极端分子的不满 伊波森说 问题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如何 而是有人看不惯我们的生活方式 而需要学会容忍的是他们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明确表示 一个人拥有枪支的权利 受到宪法的保护 可是在实际生活中 这个权利到底应该如何运用 在美国各地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尤其是最近几年来 各地发生的持枪凶伤案层出不穷 各界争议的话题当中 就包括贩卖枪支的店铺 到底应该开在哪里 怎么个卖法等等 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去走访 首都华盛顿郊外一个引起争议的枪支商店 在这家卖枪的店铺开张以前 有多达4000个人 联名写了表示反对的公开信 很多住在附近的人也都说 街对面就是幼儿园 而且不到一公里外就是一所小学 但是当地官员说 按照法律规定 必须要给予这家商店 和其他商店一样的同等待遇 然而反对人士说 假如这座楼房的主人 决定不把地面租给这家枪支店的话 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问题是 这座楼房的主人 是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支持者 他说他想把店面租给谁 他们的生意是合法的 是从我这儿出租的地皮 我不明白枪支店 和街对面幼儿园的关系 支持开店的人说 这里卖的枪是自卫性质的 以及可以用来打猎等等 这都是半自动枪 全自动枪的买卖 有非常严格的管控 不在这种店里销售 这儿卖的枪比一般的猎枪 火力要小很多 不过反对普通民众 可以拥有枪支的人说 半自动枪 恰恰是最近很多 大规模枪杀案中 凶手所使用的武器 包括康州那所小学的 枪杀案的凶手在内 就像我们的市里 每年要检查一样 大脑的健康 也要经常检查才行 不是说所有持枪的人 脑子都有问题 但是其中有一些人 脑子确实有问题 店里的一位雇员说 不是谁想买枪就可以买的 要经过背景调查 要拿出好几样身份证 还要填联邦一级 和州一级的表格 我们这做身份检查 州警察局要根据人民信息 在他们的系统里过一遍 而且也不总是一蹴即成的 有时候会拖延一些时间 不过维州的一位州议员 马克·莱文说 背景调查不总是有效 即使有背景调查 他们可以转手把枪 卖给没经过 或者通不过背景调查的人 那些犯罪团伙的人 可以在网上进行联络 然后到这来 找个停车场 就把买卖给做了 尽管反对声不断 这家店的主人 还是希望生意能够兴隆 在这家位于市郊居民区的店铺 开张的第一天 有几十位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 也就是民众持枪权的人 特意从各地赶来 给予支持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一名记者和他的翻译 6月初在阿富汗南部丧生 这次事件再次证明 记者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 一些记者在战火中 或者在暴力冲突现场 报道时被误杀身亡 还有一些记者成为 罪犯政治派别 或者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 去年全球就有 70多名新闻业者死亡 美国首都华盛顿 最近举行活动 纪念死难的记者 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 是一座专门为新闻专业 建立的机构 这场活动是为了纪念 2015年全球11个国家 在采访报道时 遇难的20名男女新闻业者 2015年对记者来说 是特别悲伤的一年 因此我们选择了 远多于以往的20名记者 来代表所有遇难的记者 20名受害者的名字 被添加到记者纪念碑上 这是一座两层楼高的 玻璃结构纪念碑 上面记载着 自1837年以来殉职的 将近2300名新闻从业人员 在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 恐怖袭击中 有8名新闻业者遇难 法国驻美大使在华盛顿 对听众警告说 新闻自由往往被以打击 恐怖主义的借口而被扼杀 法国对新闻自由 不只是口头上说说 而是致力于这成为现实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 在去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以后 设立的各种规定 和紧急状况条例中 为了保护这一原则 我们给予媒体豁免权利 虽然恐怖分子 叛乱分子 甚至某些政府 为了控制信息传播而谋杀记者 但在美国遇难的记者 大部分是个别枪手的受害者 威奇托的摄影师 约瑟夫·古拉特 1976年被一名冷枪手射杀 他的女儿维基·霍顿 参加了新闻博物馆的纪念活动 活动尊重他的记忆 所有的人为我们奉献了很多 不仅仅是在美国 而是在世界各地 使得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一位记者同行开枪 打死了维基尼亚州记者 埃利森·帕克和摄像师 亚当·沃德 当时他们二人 正在为当地电视台 进行现场报道 丧心病狂的枪手 将杀害过程录像 然后发布到网上 帕克的父亲说 他投入了倡导控枪的事业 我真希望我没来这里 没有理由来这里 星期一的活动 所纪念的其他记者 分别来自于 孟加拉国 巴西 刚果民主共和国 伊拉克 墨西哥 巴基斯坦 索马里 叙利亚和土耳其 美国总统大选竞争激烈 对于希莱里克林顿和川普来说 资金都不是问题 可是要赢得白宫光有钱还不够 助选人员同样重要 这些幕后工作者们 帮助参选人调动起选民的热情 还要把这种热情转变成选票 没有什么活动能比一场竞选集会 更能调动起选民情绪的了 但除了参选人们发表演说 之前的准备和之后的跟进工作 也一样重要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熬夜 输入各种数据 并且计划第二天的活动 和其他事情 支持希莱里克林顿的蒂姆潘 每天工作接近12个小时 他的工作包括招募英语 韩语 西班牙语等多余种的志愿者 去挨家挨户的拜访 并且电话提醒选民 投克林顿一票 有些人们不接电话 或者打错了 要是他们能接电话 我们希望能听到 他们把票投给克林顿的肯定答复 蒂姆潘还帮助组织 像这种增加志愿者团体凝聚力的活动 既英里之外 激情饱满的杰里米怀特 正在为伯尼桑德斯的竞选奔走努力 对我来说最好的部分 莫过于结识了一群富有同情心的人们 他们愿意为了实现这场变革 并且为我们和那些被忽视的群体发声 而全力以赴 将其他任何事情都抛出脑后 杰里米怀特在电影业工作 并且开办了这家伯尼咖啡店 通常会有些人来我们这里买咖啡 我们告诉他们不好意思我们不卖 但是他们可以报名做志愿者 除了挨家挨户上门拜访 以及电话游说潜在选民之外 这些桑德斯的支持者们 还出售竞选T恤 唐纳德·川普的竞选阵营 无人回应美国之音采访 助选人员的请求 虽然无法联系川普竞选活动的工作人员 但美国之音在川普的一场竞选集会上 找到了很多他的支持者 在场的大多是白人 但也有一小部分移民和他们的子女 表示支持川普 我觉得他那些冒犯人的言语 都是必须要讲出来的 刚刚导播告诉我们 现在线路已经修复好了 林荣基先生也已经等在了线上 那么我们现在就连线 香港陀螺湾书店店长林荣基 来谈谈他失踪八个月的亲身经历 林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那么 根据您的讲述 您是去年10月24日 经过罗湖海关回深圳 找朋友的时候被海关扣留的 那么此后遭到了长达八个月的扣押 那么具体来说 负责看管和提审你的是什么人呢 我后来听他们说的话 应该是中国的中央政治组 中央专案组 中央专案组是吗 对对对 所以并不是警方或者是其他什么人 应该不是了 因为有一个跟我说的人 我有遇到2013年的时候 白书过关 他就做一个举路的 我这一次也看见他 他当时应该是国安局的 他可能现在是归上 那个是中央专案找的 那么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 您说您在这期间被提审了多次 那么根据对方问出的问题 您觉得他们最想从你这里 获取的信息是什么呢 那么今年2月您在中国的大陆的电视上出现 承认了错误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当时在那个地方的话 他要我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吧 OK 那么根据 因为我 因为我的 感觉到我的生命受到威胁 您觉得您的生命受到威胁 当时有哪些具体的情况发生 让您觉得您的生命受到威胁吗 你比方我单单是有秩序过去 到底是违反了他 中国政府里面什么 什么条例的法律 还有一个我不清楚这个 他们另外是违法的判选是多少 完全不知道的 我还有一个是我请律师他也不给 他等于是单独求求我几个月 什么都不跟我说的 不像中国现在政府 他好像是一个黑社会 一个人在黑社会里面会怎么做呢 就是对方怎么要求 你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是很简单的事嘛 那么根据您的讲述 您在经过了多次交涉之后 被获准返港 但条件是要将存储有读者资料的硬件 交给中国当局 那么您最先是同意了 但是之后却并没有这样做 是这样吗 我后来改变主意嘛 那么中国当局现在手中 到底有没有铜锣湾书店顾客的资料呢 他应该是根据香港的雷波先生 在电脑里面copy里面的杨茜 然后有人偷偷打过关 给那个 中国的拍出所 他由于是在电脑 要我打开来看 举锣里面的人 有什么关系 那些人为什么要看这些书 他就是找这个资料 他很可能是按那个 读书的 订书的人 跟他们谈话 找他们麻烦 那么从您从内地到香港 再从香港返回内地 那么中间又在这个 九龙塘站下车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人跟着您 当时我还没见 后来我差不多去到 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 看见有一个人 好像是等着我 后来他可能看见我 看见他 他后来就下车离开 所以您在九龙塘站下车的时候 并没有受到阻挠是吗 我一个人应该是 旁边是没有其他人的 那么您此前说 李波曾经对您说 他是被跨境执法带走的 但是后来李波 那又在他脸书上表态说 他没有对您说过这话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李波现在的环境 我们都了解 他不能不按他们的一些说话 他在大陆还有别的朋友 他卫生说话是正常的 那么您为什么决定要召开记者会来踢爆这些内幕呢 目前您对您和家人的安全是否有担忧呢 其实我不过是把经商说出来吧 那个也不是什么耐漠不耐漠 也不是什么上班不上班的问题 环球时报不是有个标题就说我上班吗 其实他搞错了 我不过是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您今天参加了这个香港泛民主派团体所举行的 为抗议中国内地当局对您的扣押的大游行 那么您有怎样的感触呢 我看到香港有希望 那您未来对于自己有什么打算呢 您还准备继续经营书店吗 有可能我可以再搞书店嘛 不可能就去卖便当吧 好的 谢谢林荣基先生在香港 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拜拜 好 我们来继续美国问花筒的节目 我觉得我们应该来点新鲜的 尽管这些助选人员支持的参选人各有不同 但有一点是他们公认的 那就是每一张选票都很重要 根据美国南方教育基金会 今年的一份报告 50年来第一次 美国超过半数的在向儿童 生活在低收入家庭 可以获得免费或者减价的午餐 马里兰州一个民间团体 正在努力改善儿童的吃饭问题 现在是早上八点 学生们在学校从吃早餐开始新的一天 许多人说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 真的很好 因为我总是没吃早饭就来上学 这里有早餐真好 12岁的泰瑞古铁雷兹是托马斯约翰逊中学的一千名学生之一 他们可以在上课前在餐厅领取早餐 马里兰州的学校获得了分享我们的力量组织的没有孩子挨饿项目的资助 这个项目旨在解决日益严重的儿童贫困和饥饿问题 分享我们的力量组织的路西梅尔切说 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 但是我们却有20%的儿童受到饥饿困扰 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我们有食物 有能够解决问题的项目 我们只要尽更多的力 确保这些项目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儿童 自从2012年以来 没有孩子挨饿项目已在全国送出了50多万份学生餐 在这所华盛顿郊区的中学 70%的学生有资格领取免费或低价的学生餐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4年的一份报告说 2008年以来 全球最富裕的国家有260万儿童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以儿童贫困的衡量标准来看 美国排在41个富裕国家中的第36位 非政府组织美国进步中心的梅丽莎·波提奇指出 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加剧 工资收入没有增加 但是儿童保育 医保和住房开支却在上升 你看到的是 工薪家庭的收入受到挤压 影响到他们的生计 事实上 如今三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贫困或贫困边缘的家庭 这些家庭中只有一个人有工作 只有一辆破车 一个危机就会让他们生活在贫困限制下 青年级学生古铁雷兹说 对那些家长来说 知道他们的孩子能在学校吃到饭 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那些回家吃不到饭的孩子 那些家境贫困的孩子来说 他们需要这些 分析人士和非政府组织希望 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当下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会忽视这个问题 全美国有将近500万家小企业 其中五分之一的业主是移民 而在纽约市更有一半以上的小业主是移民 现在美国政府的一项新法律 给他们的生存带来新的挑战 VCD贸易公司专门生产高档女性时装 15名工人正在嗡嗡作响的缝纫机前忙碌 由于中国和亚洲的劳动力低廉 这样的服装加工厂在纽约市 已经为数不多了 现在一项新的法律规定 把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 一些小业主说 这样的工厂可能会更少 我的大部分工人的平均工资 在每小时11到13美元 在这个行业里属于比较高的 可是现在新法律规定 每小时的最低工资为15美元 在三年里把最低工资从8块7毛5 提高到15块增长80% 我不知道生意是否还能维持下去 史蒂文黄是来自越南的华裔移民 是纽约市7万家小企业主之一 这里52%的小企业主是移民 史蒂文黄的客户来自利基品牌服装 比如广受豪评的The Road 这是由原好莱坞同心 阿什利和玛丽奥尔森姐妹创办的 史蒂文黄说 美国政府可以在美中厂商竞争中 助他一臂之力 如果美国政府把进口商品的价格 稍微提高一点 不会给出口国的成本带来多大影响 不过却可以帮我们一把 如果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的关税高一点 不是你想要的那么低 也许美国制造的产品会削弱大增 纽约一家运动服装公司的生产总监 苏西·利波韦兹 庆幸史蒂文黄的加工厂就在附近 你可以直接和厂家沟通 如果有问题走过来就可以了 这样更便宜 更快 更方便 美国制造是一大卖点 让人惊奇的是 尤其对海外客户这更是一大卖点 和美国其他城市一样 移民拥有的企业是纽约市的一大特色 尤其是在商业区或是所谓的主干道上 就更加明显 这里的饭店 杂货店 发廊和干洗店等等 赋予城市特色 主要商业大街上28%的业主是移民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全美国有490万个小企业 可是成功率很低 仅有一半可以维持到五年以上 三分之一得以维持到十年以上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家生物技术公司 研发出一种有血有肉的人造犬 让兽医专业的学生用来练习手术 走出了终结动物实验的第一步 或许能够拯救美国大批流浪狗的生命 佛罗里达州的生技公司 Sindever实验室里 大卫丹尼尔森正在演示手术 好在这不是生死攸关的手术 他是在给一只微妙微笑的人造犬做手术 Sindever公司研发出的人造犬和人体 具有仿真器官和构造 这只狗有心跳 血液循环系统和会呼吸的肺 当手术刀切开皮肉时还会流血 皮肤和内脏的触觉很真实 这家公司还能根据客户的要求 制造出有疾病和综合症的器官 这是根据一个大型的三维拼图制造的 所以它的体型 骨骼 肌肉 还有内脏 经脉 血管等等 都是分开制造的 Sindever实验室创始人 克里斯托弗·萨克·泽尔斯说 这样你切开任何一个部分 下次只要换上新的部件 就可以了 Sindever公司还生产仿真人类尸体 共解剖练习 今年夏天 这家公司将为佛罗里达授益学院 提供25只人造犬 虽然这些狗没有毛发 呲牙裂嘴 看上去像万圣节上的恐怖装饰 不过有希望减少用活狗和动物尸体 做实验的需求 动物尸体不好 不仅因为这些曾经是活的动物 还因为冰冻或保存的组织会改变 感觉不一样了 效果也不同 而我们的产品会给学生提供真实组织的体验 每只人造狗可以用来做35到40次手术 Sindever公司提供售后服务 被切开的器官可以反复修复 这家公司计划中的下一个产品是人造猫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能写能唱的Lolo 在我们的演播室演唱的Hard It From A Friend 好 谢谢收看 我是叶凡 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time to see you day after day I see less of you seems like you might be telling everyone a story 'cause I didn't go to the horseshoe bar last week and everyone said that they saw you there sitting in the corner looking, oh, so come through But no one said hello, cause you were our king of mine And you can do everything to cover yourself But don't forget that we've always shared the same crowd Yeah, I heard it from a friend Heard it from a friend So when you're gonna tell me Don't want me no more 美國總統大選正在緊鑼密鼓的進行 不僅台上的政客在進行如火如荼的较量 藝術家也從中找到了創作的靈感 一起來看美國之音的報導 No Trump Anytime 這些並不是真正的交通知識牌 而是現居洛杉磯的英國藝術家 Plastic Jesus的作品 他希望通過街頭藝術的形式 讓更多人參與一場關於政治的對話 我想用這些路牌傳遞的信息是 如果川普當選總統 將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在人權 平權和移民問題上 美國將退回30年前 那將是一場災難 Plastic Jesus創作了20個路牌 他在社交媒體上招募的志願者 將這些路牌安裝在紐約 華盛頓 洛杉磯 芝加哥和邁阿密的繁華地帶 在首都華盛頓 路牌被安裝在國會山 聯合車站 霍華德劇院 和正在修建的川普酒店門前 Plastic Jesus告訴美國之音 路牌的照片在網絡和社交媒體上瘋傳之後 他收到了很多反饋 其中包括克魯茲支持者的叫好 也不罰川普的支持者對他人身攻擊 質疑他是否有合法身份拘留美國 川普吸引了很多狂熱的追隨者 目前他獲得的黨代表票 已經跨過了獲得共和黨提名的門檻 目前這些路牌都已經被摘除 Plastic Jesus表示 並不確定是誰摘下了路牌 他說有可能是被街頭藝術的愛好者收藏了起來 美國之音VOA衛視華盛頓報道 有一種說法說建築是凝固的交響月 而來自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建築師特拉維 要從現代建築的鋼鐵結構中找出詩意來 我們一起來看看 我的挑戰是實踐 授業和探索 如何用建築來講故事 並且用令人興奮的新材料和新技術 讓生態可以持續發展 嗨 我是特拉維 普萊斯 熱烈歡迎你來訪我的樹屋 特拉維設計的現代建築樣式 在華盛頓市西北部的石溪公園內並不多見 這3000平方公尺的房子 完全是由這個橄欖在牽引著 它從外面地下開始拔地而出 上升到屋頂 這裡的一切都是懸掛著的 所以我們完全是離地50英尺 掛在懸崖邊 這整個房子要經過華盛頓最大的普及保護審查也不完會 我去審查委員會時 想要歌頌這裡的樹 所以我寫了一首詩 講的是一個尼沃聖人 看著一棵樹 慢慢吃掉一座神社 感嘆自然的永恆 以及靈魂的永恆 一般需要很多個月 甚至幾年才能夠通過審查 因為失去的力量 我28秒內就通過了審查 還得到了全場的掌聲 67歲的特拉維喜歡研習各種武術 我從所有這些武術當中學到 它的美妙所在是內心世界和外部世界 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渾然一體 如果你找到和諧 人像儒家的道理 和諧就是形而上學和物理將會 《華盛頓市》裡不難看到特拉維的作品 他不希望拘泥於一種風格 他要找的是詩意 首先我們需要事實 要多大 你的預算是多少 這是一組問題 另外一組是你的幻想 你的夢想是什麼 什麼啟發你 什麼讓你心動 說一所房子來說 功能是比較容易的部分 是工程 難的是詩意 詩意只有在你想周圍的東西時才會出來 我們已經做了七個集裝箱建築 還有三十個正在進行中 所以還會有很多 之前這個出了大風頭 近些年來 讓特拉維大出風頭的是來自中國的貨櫃集裝箱 特拉維稱他們是集裝頭之後最好的建築材料 現在有七十五萬集裝箱閒置在美國 他們不會回去中國 因為造一個新的裝買iPad 運過來 比運一個空的集裝箱回去還要兩架 特拉維的集裝箱建築被用作酒吧 公寓 農貿市場 還有畫廊 所以今天這就是我們的新式專櫃 就像一家 它會成為現代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如何把它們組裝把玩 就是一個詩的集結 這個項目是我們做過最小的 它本身就像一個藝術作品 那麼如何在四方的鐵皮箱子裡尋找詩意呢 我們要聽聽客戶的歷史 在這兒 客戶熱愛藝術 這些是一個他的朋友的作品 還有一間畫廊 那麼怎麼樣才能夠將牆延展 讓玻璃進來 看花園 看風景 每個角落都是一幅畫 雖然並沒有畫在那裡 我們在框景 不適用框架 框架就是自然的景色 客戶的故事 它想要什麼 這些都是抓住任何一個 項目失憶的關鍵 集裝箱除了有失憶 還有實惠 我們試工的第一個星期 集裝箱硬生落地 有的鄰居看到說 噢我的天 這是垃圾 這下我們的房價要跌了 沒有三個星期 他們又說 噢我的天啊 我們的房價肯定要漲了 因為這裡有一個美麗的建築 三百平方英尺 大約需要六萬到六萬五千美元 所以相對於木結構來說 造價減少了百分之五十 最重要的是如何建得更快 更好 並且以少勝多 更大規模生產漂亮的現代建築物 VOA衛視 西西 陳馨 華盛頓採訪報導 奧巴馬總統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候選人 麥瑞克·加蘭德 本週三上午 現身位於國會山東南方向 一英里的G.O.威爾遜小學 作為演講嘉賓參加這所小學的畢業典禮 而這也是加蘭德多年來 做課後輔導老師的學校 以下就是美國之音記者 從華盛頓發來的報導 對於美國公眾 麥瑞克·加蘭德是由奧巴馬提名的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 而對於J.O.威爾遜小學的學生們來說 他更是多年以來課外輔導他們功課的老師 加蘭德在講話中不斷引用影視作品 《哈利·波特》裡的場景 德布利多教授在學年結束時 告訴霍格沃茨的學生們 站出來面對你的敵人 需要很大勇氣 也需要同樣多的勇氣 面對你們的朋友 在《華盛頓郵報》此前的一篇報導中 加蘭德說從個人的角度 最值得他欣慰的不是判決的案子 或解決仲裁的法律糾紛 而是與華盛頓學生們 在課後輔導中的那些時光 在演講中 加蘭德哽咽了 他說這讓他想到了自己的孩子們 加蘭德是哥倫比亞特區上訴法院首席法官 在今年二月美國高法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去世後 奧巴馬總統提名加蘭德以填補斯卡利亞留下的空缺 然而加蘭德的上任受到了國會共和黨一方的阻撓 他的學生們雖尚未能了解這其中的緣由 但他們希望能幫助加蘭德當選 我想我會在社交媒體上發帖 告訴大家他應該被提名 我是說當選 他將是這個職位很好的人選 他對我的生活是一個鼓舞 畢業典禮的最後 J.O.威爾遜小學的校長海蒂哈格蒂 對加蘭德多年的幫助表示感謝 非常感謝您多年來給我們學生的幫助 感謝您對他們的鼓勵 以及18年來維繫的承諾 無論自己在職業上需要履行何種義務 加蘭德說 多年前他開始在J.O.威爾遜辅導的時候 面前的孩子們還尚未出生 北人也曾是兩個小學生父親的加蘭德法官 祝福孩子們要學會對家人心存感激 美國之音 尼亞 西西 華盛頓報導 川普 絕地武士和孟德斯鳩 在同一部著作中出現的機會可並不多 美國知名法學家卡斯桑斯坦的新書 星球大戰眼中的世界或許是一個例外 日前 在美國企業研究所圍繞這本書展開的討論 吸引了不少眼球 一起來看美國之音記者從華盛頓發來的報導 曾擔任過白宮信息與規制事務辦公室主任 又是哈佛法學院教授的卡斯桑斯坦 在美國政壇和學術界都極具影響力 也是奧巴馬的重要智囊 此次 桑斯坦以在美國流行文化中極為耀眼的 星球大戰系列七部電影為線索 發掘每一部中的政治隐喻 探討影片中對民主與暴政的詮釋 融會貫通美國憲法 行為經濟學 以及達斯維德與鲁克天行者之間的父子情 聯繫著父親 兒子與救贖的故事 是機構和自由的故事 我認為公平點說 星球大戰為自由主義電影 如果這樣說中了 至少它們是愛好自由的電影 星戰前傳的故事主線中 帕爾帕廷一掌弄拳 排擠絕地武士 發動戰爭 將共和國變為迎合帝國等一系列情節 不能讓人聯想到 今年美國大選中 總統候選人對移民政策 強制管理等等焦點問題的表現 這本書中提到許多星球大戰系列 詮釋民主是如何運作的 它們如何臣服 以及多麼容易令民主抛弃民主 尤其是當它不能有效運轉時 我們現在就在一個 不是能有效地發揮作用的系統中 我們有一個總統候選人 在許多人心中 包括我自己 都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幽靈 這個人就是唐納德川普 奧恩斯坦認為將川普比作帕爾帕廷議長 再合適不過 但桑斯坦的看法有所不同 我認為美國體制非常強大 我們有超過200多年的自治政府和民主歷史 所以我不認為我們處於危險之中 的確川普先生在民主進程中的經驗 比我們之前經歷的少 他的一些觀點令我們很多人都很擔憂 但我不認為我們的體制面臨很大風險 而且我預期克林頓國務卿 將會成為下一任總統 桑斯坦著有助推等多部暢銷作品 他主張將政府政策的制定 與行為經濟學相結合 說明適當的家長式政策管理 可以引導人民做出相對更好的選擇 而此類疑似對自由選擇的干預 也招致一些質疑 VOA卫視西西柳博 華盛頓採訪報導 獅子也招致一些 這麼久,注射 有一個更好的選擇 記住被人的確察 無理理處,放置較高 與行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年夏天将有八名非裔美国女性从印第安娜大学获得她们的教育学博士学位 不论男女 非裔美国人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只有不到8% 因此这场毕业典礼是一场小型的胜利 几名女学生把这归功于支持她们的组织 美国之音记者希莱斯特从印第安娜波利斯带来更多的报道 她们攻读博士学位的理由是不一样的 从受到鼓舞要追随她们母亲上大学的脚步 到想要应对她们在教课时从课堂上看到的不平等 不论她们的动力来自哪里 她们都很感激姐妹圈这个支持有色族群女性的组织 我会说这很提振精神 有其他看起来跟你一样的人 特别是当我在本科和硕士项目里时 只有我一个人 这个组织诞生于一则脸书的帖子 征询有没有少数族裔女性学生 在印第安娜大学与普都大学 印第安娜波利斯联合分校 攻读高等学位 这是一个发泄诗意提供帮助 并且相互鼓励的好地方 无论你是谁 攻读博士学位都可能是一段孤独的过程 再加上有色族裔女性 母亲 妻子等这些标签 那可能变得更加孤立 于通常教育学博士生中 只有两三个有色族裔不同 今年有十个 其中有姐妹圈子的几名女生 还有两位男性 大学官员将这归功于 比往常更大型的课堂 灵活地录取政策 以及对接收少数族裔学生的特别强调 我希望这不仅是这家教育机构的趋势 而是所有学校 有色族裔学生从我们这里毕业 不再是什么稀奇事 而将会成为正常 罗宾休斯教授是姐妹圈多名女学生的顾问 他说关键在于确保学校 不是仅仅声称要拥抱多元化 而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 例如招聘多元化的教职员 来吸引有色族裔学生 蒂凡尼凯泽计划用她的学位 去帮助学校处理系统内部的 种族不平等问题 他说那些主动措施应该提早开始 并关注确保课堂上的身体 情绪文化以及知识方面的安全 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感到自由的 去冒知识方面的风险 他们应该在获得支持 通过一个安全和包容的框架 学习和成长 这些女学生希望在各自踏上征途后 姐妹圈仍能继续下去 她们计划在这个夏天把她们的组织交接给新一代的学生 如果要她们给新生一条建议 那就是要让来自家人朋友的强大支持往到位 那会让一切变得不同 美国之音希莱斯特 印第安纳布利斯报道 一个国际慈善组织 正在通过由志愿医生和医疗工作者组成的飞行医院 来帮助势力受损的人群 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来报道说 这个名为奥比斯的慈善机构 在洛杉矶展示了最新的空中诊所 介绍了它如何将尖端的医疗技术带到世界各地 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世界唯一的飞行眼科医院最近更新换代 将由新装配的麦道MD-10飞机 带着医疗志愿者去世界各国进行检查和手术 在飞行医院之外 条件可能很简陋 你可能在赞比亚 在手术中途就停电了 或者你需要为手术洗手 但你只能在一支筒里洗 因为停水了 与当地的诊所和医院合作 奥比斯在喀麦隆 爱塞俄比亚 加纳和拉丁美洲开展工作 然后还有亚洲 我们在中国工作过 在越南也工作过 我们在印度和孟加拉国还有项目 还有印度尼西亚 总之我们坐飞机前往差距分析和需要分析显示需要帮助的所有地方 世界上2亿8500多万人势力受损 大部分在低收入国家 80%的盲击可以避免或治愈 在所有这些提供帮助的人们之中 还有志愿飞行者 机长加里 戴森为联邦快递驾驶货机 同时挤出时间来为奥比斯当飞行员 当你看见一个孩子 周一还看不见 到周三就重见光明 你想看到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 在一次手术之后 进展可能非常显著 一位志愿外科医生说到 当我们第二天揭开眼罩 患者常常会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 奥比斯在机上的教室内 为当地的医生和护士 提供先进的医疗培训 该教室与飞机上的手术室 通过电子设备相连 我们教会别人保护和修复视力 我们也知道医疗体制 重视盲极问题 而降低他们国家的失明率 最新型的飞行医院 将用联邦快递捐赠的飞机 在美国几个城市初步飞行 然后在9月前往中国沈阳 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 洛杉矶报道 尽管美国联邦政府 仍然视大麻为非法 但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 在两年前 已经成为了美国首批 娱乐性大麻的合法市场 执法专家们不仅对大麻本身 存在争议 对由大麻引起的 种种犯罪活动的影响 也仍然存有争论 有关详情 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 施伦德的报道 在丹佛一家名为土产的 出售大麻的药房里 正在进行着一笔大麻交易 在科罗拉多州 这种交易现在已经合法 执法部门官员表示 大体来讲 有合法执照的大麻商店 在社区里不会有什么问题 只要这些大麻店有规矩 他们和其他商家 也没什么两样 但这位要求记者 不公开其身份的卧底警察表示 大麻种植者们有违规做法 联邦统计数据显示 每七名科罗拉多成年人中 就有一名使用大麻 尽管绝大多数的大麻使用者 都是合法的 但这名禁毒队指挥官表示 在公共场合非法抽大麻 在驾车时因抽大麻而精神亢奋 向少年贩卖大麻 以及向外州走私大麻等案件很多 他和他的同事们穷以应付 联邦统计数据还显示 自出售大麻合法化之前 科罗拉多州因持有和分销大麻 而被捕的案件数量 已经下降了近一半 而科罗拉多州整体的犯罪率 则没有什么变化 曾经担任科罗拉多州 执法部门官员的杰森·托马斯 现在是执法人员 反对禁毒组织的发言人 他提出一种设想 在未来的美国 一些毒品可以在商店里售卖 而另一些则需要更多的管控 我们还会保留我们的药店 这一体系不是要把所有娱乐性 刺激性的药品都一股脑地搬进一家商店里 每种药品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好处 我们需要审核这些药品 在医疗和法律层面 都将大麻和可卡因区别对待 托马斯表示 科罗拉多州的犯罪统计数据显示 担心大麻等药品合法化之后 会导致大混乱的人并不多 人人谈鬼色变 有意思的是 我们已经打开了衣柜门 但是里面并没有鬼 其他十几个州 正在密切关注 科罗拉多州的做法 权益活动人士 正在这些州里 为大麻合法化 争取民众选票 美国之音记者施伦德 科罗拉多州丹佛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6月18日 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周末专辑 感谢您的收看 不要忘记 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我们与您准时相约VOA卫视 我是平章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